大甲猫肉圣第一天 队伍来到了台中杀戮区 鸾轿拐个弯 前往刚当选立委的严宽恒服务处 还有真兰宫董事长 严清彪住家停假 也开放民众这样子 等着弄车咖祈求平安 沿路鞭炮声响车云霄 严清彪上午有跟着鸾轿前进 不乏轻快 心情相当愉悦 他说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多绕境的民众 而且里头有不少年轻人 也象征妈祖文化的世代传承 那这一次大甲猫绕境 其实他们的主题就是祈福 希望能帮花莲强镇的受灾居民 祈求平安 大甲猫绕境队伍 上午进到台中杀戮区 刚当选立委的严欢恒 一路协助民众排队钻轿底 维持秩序 严欢恒没有在扛轿队伍中 他一路挥手向民众问候 有人要求合照也来者不拒 而鸾轿原本行进在中山路 之后拐了个弯 路口民众燃放一大串鞭炮 原来这里是严欢恒的妹妹 台中市议员严立敏服务处 之后鸾轿又前往严欢恒服务处停驾 开放让民众钻叫底 最后鸾轿还进到镇兰宫董事长 严清彪住家停驾 严清彪手术后虽然体能还没恢复 不过他上午一路跟着鸾轿走 神情轻松 还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绕境的信众 其中有不少年轻人 也象征妈祖文化的传承 今年一定比去年还更多人 你看你从昨天晚上起驾到现在 越来越多人 有的还在睡觉等一下 朋友姐又跑出来 鸾轿在沙路区拐了弯 在严家的服务处和住家停驾后 又回到执行的沙田路 绕进路线每年固定不变 也正如大甲妈在信众心中的地位 屹立不搖 欢迎订阅众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